苗栗縣泰安鄉苗62縣道路不斷發生落實 近期更傳出雜道遊客跟當地居民的事件 讓族人相當憂心 政府不改善落實問題 恐怕會危害到用路人的行車安全 苗栗泰安鄉苗62縣道路14號才傳出 雜道當地居民事件 20號再度發生兩處落實掉落 當地居民說每次下雨過後都要繞道 根本不敢經過 好幾個人好幾個開轎車的 從我們前面那個62道路 那個地方被砸到好幾次 那一段路大概有兩個地方 上個地方比較會落實 圓民會族群專任委員林國雄提議 苗栗縣政府相關單位 能否利用合體供購方式 延長道路好必開翼落實路段 並加強邊坡維護減少落實發生 是不是能夠把我們快速道路 延伸到我們這個觀光地區 如果說在還沒有完成這一條道路 這種的想法以前 是不是能夠請公務部門的專家學者 來看一下 就現有比較會落實的地方 是不是能夠可以做一些民稅道 這整個道路要拓寬 涉及到的部分 包括水利法 還有相關法規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我們會來跟泰安相公所 跟相關單位先來做個研議 苗栗縣政府回應延長快速道路 牽涉到經費還需要再研議 認為蓋名隧道恐怕會造成車道壓縮 則是苗62縣長約13公里 落實地段難預測 近5年忽然邊坡維護經費 已經花了近1億元 到底如何整治 縣府表示會再找專家學者評估 記得那麼多的苗栗泰安採訪報導